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安全内阁 已经通过投票决议 接受埃及建议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6点 也就是台湾下午2点 在加萨走廊区停火 但遭哈马斯组织回聚 英国政府14日宣布 外交大臣黑格将不再担任外向职务 但仍会留在内阁担任下议院领袖 外界预料 首相卡麦隆为准备明年5月的大选 将多提拔女性及行人 进行太旧换新 洋极球星Arod遭竞赛一年 专心处理他的禁要官司 但没想到现在连自己聘请的律师都想告他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Arod聘请的律师康恩威尔递交诉状 指称Arod急欠高达38万美元律师费 这个宝贝绝对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刚满一岁的金伯利被誉为奇迹宝宝 母亲在怀孕时被雷击中 紧急剖腹将他生下 金伯利幸运生还下来 但从他出生到现在 头发都是呈现树立的状态 他的奇迹故事也受到外界瞩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